我们这大清早的又开始在给鱼做早餐了 这边钓场也叫老马钓场 不知道是不是跟上回钓的老马钓场同一个老板 这边是一个超级大昏扬 听说也是一个老头扣 收费也是 东子哥 广州这边老马钓鱼场都是我开的 上次你在实际盘的是十倍的 这次我们来个二十倍的怎么样 搞点刺激的 升级了 行吧 那可以 广州老马钓场都是你开的 那我就放开完了 厂开盘 那行 二十倍就等于说60块钱的钓票变1200了 还是五个小时对吧 没错还是五个小时 那回鱼就回到40亿斤了 随便搞 但是这个就已经不是老头坑了 这个就开料就不能像往常一样 钓法也是一样的 不能像往常一样 要开始要自定方案了 那么我们本来前面打算开个四包上来就摟浮的 我们据我们了解的就这边打螺飞三米到三米六的一个一直短杆 但是虽然说调票的价格上去了 它休闲堂的本来是60块钱定位的休闲堂 我们线主不要放太大 而且耳料呢 我先从三米六打起 如果不行就跟上回一样 四米五直接开出去打扶 我盖的这个一瓶搞定耳料板 两盖的额料板 再将拉个球放进去 再将里面的丝跟这个动料打均匀啊 打完了我们再加虾粉加刺蝟芯进去 因为据我们了解的这里面螺飞的个性呢不算是特别大 属于偏小型的 我们得加一些虾粉 然后再加刺蝟芯进去 放在最后面进行收水啊 我们动来就开好了啊 按照正常的叫这种60块钱的休闲堂 虽然说这个倍数翻上来了 但是呢它始终是脱离不开60块钱休闲堂的一个本质 我们想要调好这个堂呢 策略非常重要 哎小林 来帮我开两只四米五的备用啊 说不定等一下鱼形支持打扶 开一只鱼横的 开一只鱼虎 等一下鱼形好的话 试一下鱼虎 其实说在这里面有很多大鲤鱼啊 开一下鱼虎攻大鲤鱼 但是这会儿呢面临了一个问题 就是发现这拳堂啊 这个很多的鱼都在水面上窜 这冥想是属于气压不对 这种缺氧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我们早上啊 它鱼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鱼是在底部的 在底部我们前期上来呢 先选择了一只 三米六的五点五尾曲的一只鱼横 主线一点五脚线0.8的脚线 浮标次线1.3克钩着八号罗飞秀 直接就是先早上抢一波找口 看一下能不能抢得到 如果说抢不到 等一下如果有太阳出来 我们马上就调整大幅啊 先抽窝 像这种休想堂呢 我们抽窝不要抽太大了 抽完窝以后呢 我们就直接煤缸带小散炮 不要带大 就是很小的一个小炮 把频率打起来 因为在这种堂里面呢 它不像说是一些密路堂啊 它鱼有一定的一个密路 你窝子抽的多 它很快把你窝清完了 休想堂的 它密度不会说是特别高 所以我们要窝子里面呢 保证有饿料吃 但是呢又让它吃不饱 这种状态你才能打得好啊 这会儿打眼机开了啊 本来呢就开了那边一个羊 然后我又 我要求老板把这边的羊也打开 明显是缺氧的这个状态 不知道这个羊打开了之后呢 会不会对这鱼形有所帮助 这边饿料呢 做一下调整 准备打浮了 这钓底呢全堂看到的钓友呢 都还没有上鱼 如果看到这水面的鱼呢 它一直在上面窜 所以干脆直接打浮射了 打浮第一步推铅 先把铅给它推起来 下一步呢就是小散炮 目前呢我们就钓一飘升 边钓边看 根据鱼形呢 我们再去调整啊 先打快一点 前期就是苦力活 使劲地抽 使劲地抽 吃了是吧 打不太吃了啊 他吃了他就准备完了 阵口12点 漂亮 罗飞鱼 有戏了 有戏了 我的罗飞开口了 我的罗飞鱼开口了 老板要玩了 四十 哥 刚才老板说 有个老板给他玩二十倍的 是你吧 那肯定是我 你自己想啊 这六十块钱的糖 除了我有这种破例 跟老板玩 还有谁有 没事 我排行的给你买口红 你不会 你少忽悠我了吧 你不会要跟我说 星期八给我买口红的吧 你咋知道 星期八 算了吧 靠谁不如靠自己 我今天要坐隔壁 给你打闭口 等人瞧话 猫的 猫的吧 什么鱼啊 是鱼鱼吧 大哥 鱼鱼 卖鱼 卖鱼还是泰鱼 看到红尾巴了 大哥 你自己有点不讲武的了 你就没个泪的时候吗 我不相信你这个战斗机 猫的一条泰鱼 泰鱼有差不多两斤了 两斤八十 感觉这个鱼比较浅 我再换一个更短一点的票 给它再打浅一点 给它再打浅一点 什么鬼嘛 我藏鱼 藏鱼 藏鱼 我就说它们怎么不敢吃嘛 不要动啊 你看它下面那个牙齿随时准备咬我 看到没 它又搞了一口 这个手是不能进到它攻击范围之内的 它一直在那巴巴巴的 它怎么咬人呢 这又是什么鱼啊 这个又是什么鱼啊 就来条扁鱼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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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飞学得跟个鲤鱼一样摆头 两斤三斤这条罗飞 一百 你看 这 这瘦得跟个棍子一样的卖领啊 就是打的 打的这种呢 马上脱钩 试试 你又想搞事情 染 试试 试试 试行 试嗯 你 唉呦 你是戰鬥機 我是戰士 進去 你还想怎么样吗 就这么大 我怎么今天不错呀 我不错你就完了 我不错 不都连干了 打起来了 今天你都不知道我签了多少线 40 签线是正常的在这里 大船大铃大铃鱼都有 反正我那个铃鱼跳起来了 我看到好几条 我也掉起来好几条 这个蜜子还可以吗 这我都打成泡坑的感觉了 这脑头落不错吧 我估计你今天乐不起来了老板 我不怕随你搞 如果我尝试你上海 那是老板 当然有无人 没那么硬 人历子 我估计你 不再也要 我估计你 你�도不不不不不不 船大铃铃铅 一直平民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估计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打着泡坑的感觉了 那回鱼吧 回鱼是吧 回鱼40一斤 来 来 直接放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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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护5斤 公斤47 47等于就是94斤 鱼护5斤 算90斤是吧 90斤 算90斤 那些90斤算一下 4936 4936 3600了 对 看你盘我2400了 是这样算的吧 对 3600减1200嘛 对吧 没算算 那个红虎你不用的吗 我钓的时候你又不说 红虎 红虎啊 我本来想今天拿这只干在你这堂里面试一下 看上去不错 要不这样子啊 我还一个钓鱼伞 在人河那边 啊 你钓上50斤呢 按30倍给你 30倍 30倍 30倍你知道这只啊这只干多少钱吗 多少钱 买回来的时候是几年前买的14500 现在的话已经标到16000到17000了 这样子50斤以内这干给我50斤以上30倍钱 就是相当于60块钱一斤 嗯 50斤以内这只干子给你 对 你不是盘着我吗 50斤 呃以上 然后按30斤回鱼对吧 没错 搞不搞 可以有 那这个我喜欢 哈哈 这个我喜欢 你到底有几个钓场 4个 现在4个 4个 4个都叫老马是吧 对 全部叫老马 只是地方不一样 那我们这不做的时间就一直盘老马了 一直盘下去 一个一个来了 看50斤啊 50斤以内这个要给我 那可以啊 行吗 有的搞不好 那你有没有把握 那肯定50斤 我靠今天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准备 都不是打这个样子的 啪啪啪啪 今天90斤吗 下次49斤行不行 不不不 下49斤我多1万多块钱就没了 我这才赚你多少 才赚你2,400 我看好这只干 那行 那我看一下明天 或者说是过两天 去你那个钓场里面 行 下次去盘另外一个地方 看来不少人在打我这只红虎的主意啊 到现在这个老板都在打我这只红虎的主意 这有什么不敢接呢 不就是要打休闲堂 30斤上岸的 打个50斤吗 就60块钱的钓票 打个50斤吗 下一个场 我还不知道是哪一个 还不确定 到时候再说 反正呢 他敢开这个口 能跟我玩30倍的 那我绝对接了 今天这场鱼呢 钓的就说白了 鱼反复钓放 反复钓放 他滑了以后啊 啊 他在底部的一个吃口 就会非常非常的警惕 而且非常任限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他糖体的一个密度高的一个情况 很容易这些鱼处于离底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打幅 是最不错的一个选择 但是呢 还有一个原因 我今天我是开的4米5打幅 为什么不用3米6 3米9去打幅 因为这些鱼啊 钓放多了 它怕 所以你开出4米5的一个位置呢 是属于它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如果可以 你有麒麟臂 你可以开5米4的去打 一直打全程的 你会钓的更多 但是那样的会比较累 所以取一个中间值 3米9跟5米4 取个中间值 打4米5的 而这个糖呢 真的是一个超级大中和 什么鱼都有 鲫鱼 鲤鱼 罗飞 泰铃 麦铃 鲮鱼 草鱼 黑碗 还有什么埃及啊 乱七八糟的 今天全部打起来了 那么今天这整场做掉的一个经过呢 就是这个样子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看一下下一期 到底是老板把我这只红虎拿走 还是我跟老板盘三十倍